我们接着上一次做的这个翻转的计数器 来继续完善它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这儿数上3它就会往上翻 数上4就会接着往上翻 然后呢往下它就会自动往回翻 如果我们数一个比较大点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数上8 看一下它就会非常快速的翻到8 但是呢这边有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从头开始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一个从7到8的这么一个动画效果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 是因为这个twin它有一个begin 它每次呢是从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从begin往end这个方向 就是从开始的方向往结尾的方向呢 自动填充值 但是之后呢它填充完了之后呢 就由现在的值 也就是填充完了这个8的值 你如果放上9的话呢 它就是由8接着往9去做一个动画效果 所以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由7开始的 我们如果刚开始的时候 不想要它这个从7翻转到8的效果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开始值也设为8 这样子的话呢 刚开始呢就是从8到8之间就没有填充效果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重新运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上来就是8 然后呢现在的值是8 这时候呢我们再把后面的值改成9 就可以看到它翻转的效果 这就是twin的这个begin和end的参数 只要程序一旦开始运行的话 它就一直是用现在的值 去往新的这个end的值做变化 这之后呢这个begin的值呢就没有意义了 这边我们随意修改这个begin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因为它每一次呢都是从现在的值也就是9 继续往新的end 如果我们不动end的话 新的end还是9 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任何动画效果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9变成8的话呢 它就会降回去 所以就像前面说的 如果我们不想要它一个begin的值呢 我们可以把begin和end 输成一样的值 但如果begin和end是一样的值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直接省略这个 那它在没有收到begin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把这个end的值呢 复制一份作为begin的值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老在这个代码这儿 调来调去的也没什么意思 我们想要像真正的技术器那样 按一下这个加号呢 它就能自动往上翻 我们它这个flutter自带的这个demo呢 好在它本身就是这个技术器 所以按这个按钮呢 原来就是一个技术器的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unpressed 这边有这个increment counter 然后呢这里面是有技术器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counter的数字拿过来用 好了 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 八折结尾的值 不是0.7 而是改成这个counter的数字 然后呢我们刚才是double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counter的这个是integer嘛 integer转换成double 在这边使用todouble的方法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应该就是显示刚开始0 然后我们按一下呢 它就变成1 再按一下呢就变成2 这样就做到了一个技术器的效果 好了 既然完成了这个技术器呢 我们现在呢 想办法把它封装成一个空间 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想要调用它的时候呢 就不用写这么长的一段代码了 怎么封装 好我们来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child这边 给它剪切出来 然后呢我们给它建一个新的空间 我们比如说就叫它counter 那就假装有counter的空间 然后它会说没有counter的空间嘛 我们就在这下面写一个吧 写class counter 这个应该是一个stayless widget 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有一个build函数 我们在build里面呢就直接把刚才的那个return 这样呢就做到了一个counter 那这边的变量呢我们可以让它传进来 那我们可以说传进来一个int 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叫它value 那你也可以建一个constructor 然后让它传进来 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value 那么这边counter 我们在使用我们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value传给它 也就是刚才的那个counter 对了 这样呢我们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就可以用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空间呢 和它的这个空间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它的空间呢可以传很多不同的参数 然后每个参数呢前面还有名字 如果我们的空间线只传一个参数就还好 如果传的参数变得多了一些的话 没有名字呢就容易忘记传的是什么参数 是 好我们为了修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边这个dart这个语言里面的命名参数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给它加上这个大括号 这时候呢这个参数呢就变成了一个命名参数 像我们的名字叫做value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传value等于counter 这样呢看起来就好像一个比较正规一点的vidget的样子 同时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vidget呢 其实是有一个自动的动画效果的 我们这儿再数一个2 它就会自动变成2 然后每次呢只要传给它的参数稍微有变化呢 它就会全自动的帮你做一个动画效果 这个和我们前面几期见到的flutter自带的一些空间有点相似 是 那你觉得我们这个名字是不是应该稍微换一下 换得你已经counter了 对比如说有点像animated的什么东西一样 我们给它承明明animated的tounter 这样呢看起来就差不太多了 但是你还记得在用animatedopacity的时候呢 你要传给它哪些东西吗 opacity 对首先要传这个透明度opacity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这种 duration 对duration 而我们这边呢没有传duration进来 所以说我们这边呢它这个是不能自己控制动画速度的 嗯 那我们想让它传一个duration进来 那我们希望它呢能写成这样 duration然后传个一秒钟进来 对吧 嗯 但我们这儿没有参数 所以呢我们这儿 对定义一个 duration 就叫duration吧 嗯 然后呢传的时候呢就可以传duration和value 两样东西都传过来 对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要擅自自己写这个一秒钟了 我们就直接写别人传过来的这个duration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把duration改成三秒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动画效果应该就会比较缓慢 是啊 嗯 然后同样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改成300毫秒 也就是0.3秒的话呢那就应该会快很多 嗯 好 那如果如果别人忘记传这duration会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忘记传duration好像也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来跑一下看看 好我们就发现这边就不能运行了 所以说就像elemented opacity一样 不传duration是非常不好的 就是说我们是必须要它传的 那必须要传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样能提醒它们能传呢 那就是说在这边 在这个前面我们可以加一个at required 就是说我们这个参数呢是必须要的 当然我们的value也是必须要的 我们也可以说at required 这样呢就弹出了这个熟悉的这个框 然后就告诉就告诉用我们空间的人呢 这个duration是必须要传的 甚至我们这边还可以自动帮你写上duration 然后呢还可以传一秒钟进来 这样呢就显得我们这个空间呢比较正规 这样我们就封装完了自己的空间animated counter 也符合flutter的这种自动动画的命名习惯 我们现在呢可以把这个空间放到自己的一个文件里 我们就新建一个文件 右键这边新建一个dart文件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这边dart的文件名呢一般是习惯小写 然后在中间加上这个下滑线 但是class的名字呢是选择用这个camel case 然后我们把这个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也看到它需要用到一个 就是flutter的这个material的包 剩下来就好了 然后我们回到这边它会说animate counter 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直接让它自动去import 整理一下呢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再来从头我们这个value回到刚开始的这个用counter 我们从头运行一遍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封装的空间 这边有很多的这个print 我们不想要的话可以把这边的这个print给删掉 再回到我们的main这边这个container 这边的蓝色列领如果我们不喜欢也可以删掉 然后呢我们最后来运行一下 好这样呢就做出了一个简单的翻牌的计数器效果 最后我们再试一下当这个数字超过一位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比如说我们这样来给它数上一个9 然后我们改到10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10改到100 101 可以看到在三位数的时候呢 我们每次去改变它一个个位数呢 它是整个东西都一起翻转 而我们想要的效果呢应该是前面两位数如果不动的话呢 就只要翻转这个动的这些位数就可以了 如果要做到这个效果呢也不是很难 我们这边呢已经封装了这这么一个空间嘛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raw 来并列的写上好多个这样的空间 然后这样呢就把它给分成了三位数 比如说我们写105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106呢 就也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然后呢我们甚至可以再写一个空间 把这一排空间呢封装一下 如果想要看到这样的效果呢 就可以看我这篇回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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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